你吃我做的饭 还是施舍我了 不然呢 你 妈 你 你 你敢碰碗水 我 你 你 你干嘛呀 你 我去腿啊 我的腿啊 你在这儿吗 妈 我得弹死我了 我的腿啊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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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脸上瘦了一圈了 谢谢 谢谢妈 我说可兰实在是太厉害了 武能公司升总监 文能厨房做好菜 还是在家里面吃饭好嘛 又干净又好吃 是不是 所以你们昨晚去的餐厅 不干净吗 哎呀 别说了 肥肠没洗干净呢 还好意思送人 一送还是两盒 恶心死了 昨天 你不是还在成都 还没回来吗 昨晚是我妈 带回来的肥肠 我中午吃坏肚子 我这儿有条评论的挺有意思啊 一对极品母子 有女朋友还在店里相亲 自己从店里顺走了两份肥肠 是太贪才吃撑吧 那是因为我们给商家打差评 他故意黑我们的 故意黑 能编得这么具体 而且我都看见你了 你看见什么了 你这暴脾气 你要看见什么 你不冲上来了 我要知道你是去相亲 我上海就删你 我没有 苏可兰是我女朋友 你又不是我女朋友 你瞎删我什么呀 李循 我告诉你 可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我把她当我亲妹妹 今天这事 你要不跟我说清楚 我不干 可兰 你让海孟别瞎伤口了 听她不信任我 你还不信任我吗 那你把今天回来的车票 给我看看 车票扔了 你这来回算公差 车票可以报销的 你就扔了 这也没多少钱嘛 就是没太在意 你那么抠 连你妈妈吃饭 都要跑到可兰家 来蹭的人 你会舍得丢车票啊 蹭饭 什么意思啊 说我蹭饭 现在外面好吃的东西 多的是 照顾外卖也方便 就这 就这上不了台面的菜 但我喜欢吃啊 不叫不是看到 我儿子的面子 我才不要来吃呢 你这人说什么话呀 你爱来不来 谁逼你了 妈 你别这么说 那可兰也逼一遍 李循 你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说清楚 如果不能证明你昨天晚上在成都 那就请你和你妈 再也不要驱尊来我家吃饭了 我呀 可兰 你怎么不信任我 你这样 我真的是太受伤了 李循 跟他费什么话呀 凭什么要解释 你本来就是个药罐子 糖尿病还甚衰竭 密是靠透析和钱吊着的 我儿子都没嫌你们家拖油瓶 还跟你女儿谈了这么长时间 还要配合你什么 要家人 还要一起吃饭的心思 拉着我来 每天给你们演 家人逗你开心 我们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还没有赔办费呢 你倒知不知我儿子来了 妈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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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你 我没事 你们走 苏阿姨实在是对不起啊 刚才我妈也是口不择言 柯兰 这样 我先带我妈回去 等你们冷静下来 冷静 我很冷静 那你相信我吗 我希望相信你 我希望相信你 可我很冷静 所以我不相信你 除非你能拿出证据 让我相信 除非你能拿出证据 你能吗 苏可兰你什么意思啊 你就因为闺蜜 几句闲言碎语 你就不信任我 在这儿逼问我 你也不看看我 对你有多好 你拖着一个带病的妈 我要是不喜欢你 我图什么 跟你在一起啊 我图什么每天打电话 唱歌给你听啊 图什么每天让我妈 过来陪你们吃饭 图什么每周那么累 还要过来陪着你 你手艺好 还是你们家环境好 都没有 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 所以 你吃我做的饭 还是施舍我了 不然呢 你 妈 你 你 你敢碰碗水 我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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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腿啊 你干事吗 妈 你弹死我了 我的腿啊 后来 走开 你干什么 我不是 你什么人在哪里 我不是独义的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事 我一直选择相信 简单的 最值得牵挂和回味 可原来轻易得到的快乐 真的会被当作习以为常 最容易被遗忘 和抛弃 你是不是男人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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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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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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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总 莫莫 快来 可莱 快来 余总 您好 我是成都分公司 市场部的职员 我叫李寻 我儿子李寻 是什么成都公司 上部总监 工作特别的忙 成都市场部总监 是你啊 总监是我努力工作的目标 公司需要像你这样有干劲的人 谢谢余总 我会努力的 对了 成都的用户都来自于哪些群体啊 你年轻人 年轻人 各年内段的比例是多少 这 这 这个 这个得看那个数据 我具体我记不清楚了 本季度的点击转化 收藏转化 购物车转化 分别是多少 余总您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报告 报告里面全都有 好 精准分析目标消费者 给出最好的市场营销方案 准确处打扁有效转化 是你们市场部的职责 而你 连最基本的数据都打不上 你觉得你 趁着 余总 我那个 明天自己去人事部 诶 余总 诶 余总 诶 可达 可达 请问你来我家干嘛呢 这就是你的工作方式吗 这里是我家 我的厕所 是我的家人朋友 和你有关系吗 诶 可达 你们老板子们 特地跑来这里开除你啊 是不是开玩笑的呀 你缺点 要不 追上去问一会儿啊 解释解释 妈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不行啊 等可兰回来再说 有的人怎么还赖在这儿不走啊 我知道了 是看到可兰能跟余总说上话 想等她回来 让她帮忙求求情吧 孟孟 你别这么说啊 刚才可兰都快哭了 我怎么可能抛下她就走 你是她闺蜜 等会儿她回来了 我们一起劝劝她呀 刚才谁说你们的事不关我的事的 况且 可兰根本就不需要你安慰 不需要你屈尊陪她吃饭 比你好 比你帅 比你成功的人 大把地喜欢可兰追可兰 这不 都追到家里来了 孟孟 你刚才说 说 说那个 他们那个老板 对啊 他追可兰很久了 你还把她当朋友是吗 干吗 帮她求情啊 看你们女人一谈量就没脑了 那你随意闯进离职员工的家 就是有脑子了吗 下午你说要走是因为你的私事 今天也不是工作日 你私人时间的用途不需要我过问 同样 我是公司老板 我开除谁在哪开除 为什么开除 也不需要告诉一个离职员工 莫名其妙 下次调能让眼光准点 你胡说什么 你干吗干吗 你干吗干吗杀生爷 你干吗干吗杀生爷 我杀生爷怎么样 就是从蓝鸡腿 杀生爷腿 你信你信 你带着高三拉 横浮 让狗大男生知道 那就是那高男女 胡说 你这就怎么这么无赖 李勋 妈 妈 好了 饭菜已经没了 不用再留在我家了 克兰 你听我说 这全都是误会 是不是误会 我会弄清楚的 你拍的高枝你就 王阿姨 如果您想拉条幅 就去 但公司有制度 有法务 若您有过激行为 可能会采取行动 先前有被公司 开除的员工闹事的先例 最终被判赔偿余总 名誉损失 如果还涉及到诽谤 可能面临三年以下的 刑事诉讼 你 你 你威胁人 不是威胁 是提示风险 告知过往案例 你儿子以前也是 我们公司的员工 您可以询问他 我说的是不是实实 可兰 对不起啊 那个 今天大家都有点冲动 回头你气消了 我们再来找你 走 走 走 可兰 你没事吧 没事 妈 她坐 没事吧 可兰 你刚才找到我吗 留情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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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